台灣有香蕉王國的美名 香蕉不但盛產出口賺外匯 而且相當的好吃 現在香蕉也走進了超商 變成了水果精品來賣 靠這小兵力大工的 還有像是從開店賣麵 種竹筍到挖竹筍 台灣的傳統產業如今有剩一遍 竟然賣得這樣嚇嚇叫 在台灣開創上萬美元的業績 所以我們特別也用 新聞廣角進單元 來特別介紹這百萬身價的 傳統產業一起來看 他們怎麼辦到的 現在很多人就是到超商 買個早餐 買個中餐的時候 順便會帶一根香蕉 但是可能也發現了 台灣超商裡面的香蕉 賣得特別貴 好像在買精品一樣 但卻很多人捧場 因為特別好吃 買香蕉一般都是 趁金論量 一串一串的賣 不過在超商 你可以一根一根的買 香蕉單飛比較紅 在超商躺在搖籃吹冷氣的 一根賣到15塊 換到傳統市場 一斤22塊 這一串七大根 去尾數只賣銅板架 等於一根只要7塊 不要一顆一顆的 我們就拿整滴的嘛 超商一根膠 阿嬤覺得貴三三 年輕人順手拿刀是買的習慣 一天最高紀錄 交出10萬根成績單 光以今年上半年來講的賣量 就超過1100萬根 只是過去香蕉王國是我們台灣的名字 但把香蕉賣成精品的 卻是外國人 全球最大蔬果生產商 美商督勒賣香蕉給超商 緊尷尬 他有跟我們要求說 也要照日本的 這種高規格的標準 前衛生宿的金椒 要先洗兩次澡 還能吹冷氣 溫度控制在攝氏16到18度 每一根還要長得一樣漂亮 平面媒體還報導 都勒在北投的配送產線 跟御飯團是同一條 表示乾淨到 國營不會來 超商和都勒賣單根香蕉 全年銷售量 比台灣去年一整年出口量 4000噸還要多 但2003年高峰時期 台灣還有40多萬噸 香蕉王國美名不在 立委對農委會主委怒砸香蕉 因為產地香蕉價格暴跌 年年上演 2006年每公斤跌破6塊錢 2010年一根居然只賣2塊 現在超商單根香蕉 看似開啟內需市場 但高雄其身膠農憂心忡忡 在地膠農擔心獨樂 瑕疵通路優勢會壟斷整個市場 昔日百米炸單客 楊如門更直指 小農對上大財團根本沒勝算 壟斷的市場要壟斷的價格的時候 他給農民的獲利一定是最低 而且是最差的 一部又一部的紀錄片 跟赤裸裸的拍出 讀了長期使用非法農藥 造成膠農不孕 身體出現狀況 不孕也好 或是得癌症 或是死亡也好的時候 之後在中央美洲這邊的時候 是有串連起來之後 去跟他在美國提出訴訟 一根超商香蕉 讓膠農的心血 免於賤賣棒至於牢 但一場全球化競爭 也將全面交戰 東森恒靈新聞 葉炯隆 黃芙翔 綜合報導 為什麼超商裡的香蕉 敢賣這麼貴 而且像在賣精品一樣 我們就一起來認識 而這間全球最大的 蔬菜水果公司 美國都樂食品 黃澄澄的香蕉 看起來讓人好想咬一口 美國都樂食品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蔬果供應商 它對香蕉有著嚴格的品管 從樹上拔下來的青色香蕉 要先洗兩次澡 還得吹冷氣 溫度控制在16到18度 而且每一根還要長得一樣漂亮 品管相當的嚴格 從夏威夷起家 總部位在美國加州的都樂 食品銷售全世界90幾個國家 幾乎只要有超市的地方 就有都樂的蔬果 都樂最早在1901年 由美國人詹姆斯 都樂在夏威夷創立 一開始叫做夏威夷鳳梨公司 後來販售給美國食品進口商 卡斯特與庫克公司 卡斯特與庫克在1960年代 併購了在中南美洲種植香蕉 控制當地政局 衍生出香蕉共和國這個名詞 而聲名狼藉的標準國品公司 1991年改名為都樂食品公司 都樂目前還是美國最大的 香蕉進口商之一 儘管他們強調 對品牌食物嚴格管控 讓消費者放心 波爾都樂曾被批評 在拉丁美洲使用有毒農藥 嚴重影響土壤和農民健康 一天一人死亡 一人活動 一人活動 這藥物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財產社會 不過目前提供台灣超商香蕉的 並非美國都樂 日商一層中商市 在2012年買下都樂旗下的 亞洲新鮮蔬果業務 也就是說 台灣超商的香蕉 其實是用日商 而非美商所掌握 董事新聞綜合報導 這是中年轉業的創業故事 49歲的溫冠良 9年前他離開科技業 轉行跨入餐飲業 投資了500萬 沒想到慘賠 後來用30萬再創業 現在是用社區型麵店的定位 清淡的口味是附近上班族的最愛 來看我們這老闆有什麼秘訣 特製撈麵下鍋快煮 加上大把青菜大火快滾 一分鐘起鍋 在這個地方這個環境是很舒適的 我覺得他比較清淡 像他那個松板 這個松板肉片 就是他好像只是汆燙 皮蛋加上豬後腿肉 老闆蜜之絲毫降臨在麵條上 令人看得口水直流 做社區型的服務 像我這邊也開始 來做跟鄰里的互動 就是說里的有對訊息 我從我的店可以分享出去 把客人當家人 49歲的溫冠良 原本可是科技新貴 40歲時開始創業開餐廳 卻慘賠500萬 他一開始在設計上來講 人家會概念會不一樣 都不太敢進來 就認為它不是個麵店 因為它是跟傳統概念不一樣 像那小麵館要拼到客滿 秘訣就在老闆 把當年科技業管理的SOP 搬到廚房裡 用製造業概念 就是說 把一個麵的生產 切一些分的工作 滾水作業 就是你習慣當滾水放下去 把麵放下去 同時你就要把我 像我剛才講 白蘿蔔放進去 控制流程 不只能讓麵煮得更快 還能控制30%的成本 一間麵店五個人 用餐時段最高紀錄 客人更高達上百位 比較順 會比較上手 不會有碰撞 還是有我們送錯菜這樣子 從負債500萬 到麵館小老闆 從谷底爬起 也讓文貫良明白 腳踏實地走穩每一步 才能讓麵店口味 繼續傳承下去 東四財經新聞 陳和平 吳佑樹 台北報導 台北東區的這些餐廳 競爭激烈 那麼要有特色 才可能異君突起 我們看看這一間 歐式餐廳 每個月營收逼近百萬元 為什麼能辦到 他們有一道 戰斧牛排 比臉還要大 另外他們的墨魚燉飯 先炒再燉 很費工 不拉皮 辣椒 九層塔 掀開大火拌炒 墨魚醬倒入白酒提味 冒出熊熊火花 另一手把中捲煎的滋滋作響 最後用檸檬泡泡點綴 墨魚燉飯新鮮上桌 把醬汁打成泡泡之後 它的附著性會比較好 它比較容易附著在食物上 它不會就流到盤子上面 另一道戰斧豬排 功法更是講究 先煎後烤三到五分鐘 才有辦法維持軟嫩口感 帶一根肋骨的關係 然後它的形狀就像 那個戰斧的形狀 所以就是有這個名稱 碼頭魚下鍋油炸 為了增加口感 還得先裹上一層 鍍蘭小麥粉 一道道歐蜂料理 各有特色 創意發想的就是他 穿著簡單素T 37歲的黃耀針 在金融業打滾六年 帶過證券公司 做過基金經理人 但為了實現創業夢 差點和家人鬧班 所有的長輩都是說 叫我就是要三思再想想 但還是我媽這邊 她的主力是比較大一點 還好靠著股市投資 當初賺近五百五十萬元 全部拿來裝潢買設備 有些員工他來 他住不習慣 他隔天他就自己走了 他什麼都沒講就走了 對 那這個可能在金融業 是不太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歐美比較新的 飲食潮流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可能是台灣的 熟悉他們所不熟悉的 走過低潮 現在一個月逼近百萬營收 老闆把眼光放得更遠 大概還有二三十Percent的這個空間吧 要在餐飲市場殺出血路 看來求新求變滿足消費者味蕾 才是唯一法則 東昀三星五 蔡英雄達 張博祥 台北報導 人家都說隔行如隔山 但是這個女孩從設計師 變成了綠豆蒜達人 因為很想念阿嬤的古早滋味 這綠豆蒜 所以她從美國回台灣 花了兩年的時間來研發 砸下三千多的美金 從小攤車到開店面 現在月營收衝破一萬美元 千粒水在剝皮 泡水經過一小時 再送入蒸籠 打開鍋蓋 竄出熱騰騰的蒸汽 但為了保持收了均勻 每六分鐘就要翻炒一次 從生綠豆蒜變成粒粒分明 35歲的金永軒 大學念的是室內設計 從美國回來 卻因為想念外婆的滋味 不顧家人反對 決定砸下全部積蓄 籌十萬元賣起綠豆蒜 從街邊小販出發 邊上班邊研究 因為一開始是坐攤車 用試吃的時候 大家會往裡面看一眼 然後就跟你搖頭 或甚至就是沒有理你 就往旁邊走這樣 隔行如高山 金永軒卻沒有放棄 從挑選綠豆蒜品種 到研發口味全都自己來 直到做出口碑 很砸兩百萬開店 但遇到的挑戰也不少 六萬 對 所以因為我也是覺得說 壓低一下成本 兩百度高溫二砂 加上體味冬瓜糖 要炒上一個半小時 為了迎合北部口味 金永軒更是下足功夫 因為南部人都知道 綠豆蒜是什麼 所以它看起來 就算糊糊稠稠爛爛的 它們也沒有關係 可是在北部的話不行 被營收小月的話 大概是只有十季 然後如果是大月的話 有一到三 室內設計師 跨行賣綠豆蒜 用古早味賣出百萬營收 也為自己的人生 設計出新的道路 東三財新衛 陳和平 鄭妍龍 台北報導 那麼夏天很多人喜歡吃 涼拌竹筍來消暑 不過您知道哪裡的筍子最好吃嗎 新北市巴黎 每年6月到10月盛產黃金筍 有一位76歲的筍農鄭姓楠 已經務農超過30年 1.5甲地 年產值上看2萬美金 去年還還奪得黃金筍的 這評鑑冠軍 到底重筍挖筍 也有什麼樣的秘訣嗎 一起來看 拿著鋤頭挖啊挖 筍子終於探出頭 一刀鏟下 鄭伯伯採收黃金筍 動作超熟練 金鮮現材的筍子特別鮮甜 甜度可以濺濺水梨 筍子都沒有出青 那裡挖到頭去很近 如果是出青去 那裡沒有很近 筍子有關 筍子熟了沒 不只看筍頭 還要看土壤裂縫 清晨露珠還會依附在裂痕上 形成天然記號 黃金筍也有分等級 上筍顧名思義 外皮一定要金黃色 市價一斤約120元 下下筍全身綠 賣相不好味道苦澀 只能做筍乾 15斤脫水曬成一斤 可賣600元左右 像這個這麼長 我們就打到刺激 就是下筍 再吸一點 不要分這麼開 我們也是會跳回上筍 哦 鐵筋啊 邊吃邊喊甜 76歲的鄭信男 笑得好開心 從小就跟在爸爸身邊 學著如何種筍子 1.5甲地傳承三代 年產量突破1萬台金 去年還參加黃金筍評鑑比賽 打敗59位筍農奪得冠軍 我現在看得到 打這麼重 這麼重啊 竹筍採收後 除了做涼拌 其實煎煮炒雜通通OK 創意料理一次大公開 下油鍋慢慢把它炸熟 炸熟之後 我們再下蛋黃 鹹蛋黃慢慢把它炒香 吃出鮮甜 筍子夾著水蜜桃 小黃瓜包成春捲下鍋炸 另外用筍子燉湯 再加也能DIY 甜 吃得很甜 很脆 夏天吃筍不只讓人食欲大開 也發揚在地的好味道 東森新聞 蔡大宗博祥 清北市報導 深入介紹台灣各地 百萬身價的傳統產業 如何賺大錢之外 如果說你想要 隨時隨地滑手機 收看我們新聞廣角淨單元 瞭解更多的賺錢創意 只要你手機下載 東森新聞每週APP 就能盡情來